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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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股票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跌停的 你像资金节跌停 对吧 你要赚加码嘛 原来阿特最要赚跌停的股票加码 对吧 赚拿 赚拿 赚拿去被欺负到 本来挂得那个位置刚刚好 结果买下去 加菜太拌的时候 又有贪到 阿不然真的是要被欺负到 对吧 赚拿啊 对吧 所以说大盘 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个盘 什么要做头啦 要什么 我给你看几样东西啦 我先给你看看 来 这是大盘 你看你怎样感觉 谁要倒了啦 那不然也要围那个什么 M头啦 什么三尊头啦 哇 你看久的啦 看什么三尊头啦 看近的啦 看M头啦 这就要倒了 有点咧 如果照你们的工作就倒了啦 如果照你们这样讲的 早就倒了啦 还有现在电视台啊 我不要说哪一个 哪一个电视台 其实也可以讲啦 大家都知道啦 现在全部在买油的电视台嘛 对吧 财经减买油的嘛 对吧 减买什么四季大转折 对吧 大家说一年啊 说什么转折啊 12月就不转折了 你就去笑了 对吧 你有去买那本色的人 都不敢做五秒啊 对吧 他现在跟12月都没转了 为什么两天他就跳出来电视台就在讲啦 开始在讲啦 不是我在那不是要讲 要讲的分析师啦 也不是阿德的要黏在那个华族啦 因为你来想看看 因为他们在做股票 你也在做股票啊 对吧 你想要贪钱 白人也想要贪钱 对吧 你要拿一个分析师 一定要下你的胃口啊 像阿德 你现在看阿德的节目 你一定下阿德的胃口嘛 我们有缘啊 对吧 你或许看着阿德 就觉得阿德很帅啊 虽然阿德长得不帅啊 我都自认我说 我都自认不帅啊 我很想 长得像金城武这么帅啊 可是不是啊 可是股票市场不是比帅的啊 股票市场不是比学历比身高的 不是啊 股票市场是 这拼得他是比探钱的耶 对吧 好了 你再看一遍 如果你听了你再看一遍 你觉得阿德是M圖 我一直一直卖 對啊 因为你一定看到 法人一直卖啊 你一定要看这个嘛 我给你看这个 我请问各位一句话 一句话就好 这几页 长龙啊 四百多亿 外资一路卖 对吧 尤达 960而已 外资一路卖 你要叫他去 要去到民国幾年 台达店 外资一路卖 259而已 联电一千两百多亿 外资卖 外资曾经有一度买 他就冲新高了耶 所以说你不就要去求 求外资说 外资啊 外资啊 求求你啊 我的股票不要卖耶 我请问你 你会去买联电 你会去买友达 你会去买长龙 你会去买台积电吗 很多老师都跟你分析台积电 分析友达 分析这个面板股 分析航海王 他说 他对你没帮助嘛 因为你今天来 听到的节目 好像一行嘛 电位卡里面拿到股票 这支股票 可以帮助你賺钱嘛 所以我们来拼第一个啊 专来专去专来专去 有很多分析师 今天看到什么股票强 他就跟你讲说 他有这种股票 元宇宙一行 钢铁人一行 资助人一行 你投一行你没做过 那些分析师 哪一样没有做过 被动元件也做过 主动元件也做过 化主动为被动 化被动为主动 你会去笑喔 有那么多一人意义 现在十二月啊 你还在想一一月 想二月 想三月 对吧 阿德从来没有跟你讲说 以前我们电动车烫多少 你要往后看 来你看 这跟外资有什么关系 九亿 这跟外资有什么关系 资金 这跳空 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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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跳空七个 掌停板 八基一倍啊 你让他休息一下是怎样 这跟外资有什么关系 4.4亿耶 这11.8亿耶 一粒店 你看一粒起来 老师啊 外资有买 买怎样 創立时新高好厉害 好棒棒喔 人11.8亿耶 搞不好你们一群朋友来买 就好了 对吧 搞不好台中跟彰化的这一群来买 就好了 对吧 建顺店 9.6亿 你管他外资有没有买 他就是要上 对不对 所以说现阶段 你有想通一件事吗 很多人说 老师啊 外资啊 今年到现在为止 卖4千多一台 卖超台股 喔 将近5000亿耶 今年卖了将近5000亿耶 那又怎样 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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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超5000亿啊 卖这个啊 他不是这样一路卖下来吗 台灣有倒吗 你如果买对股票 你管他咧 对吧 就像阿德送给你的 有差 没差啊 阿德送你的股票有差 你昨天拿到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要不要对一下 阿德还签名啊 所以说股票其实很简单 阿德不是大小生 阿德是要告诉你 我们买股票是要买会涨的 买会赚钱的 不是买外资看好的 不是买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我也不在讲他啊 因为他每一次 谷先生 谷先生啊 我也不想谈他了啦 因为他是毕竟是外资嘛 外资嘛 那外资有他外资的看法啦 因为外资的钱 跟我们所谓本土资金的钱 又不一样 买的股票也不一样 对吧 他们会去看台积电 或去看半导体 或去看大型股 他们不会去看三四亿的股票啦 他们从来不会分析三四亿的股票啦 对吧 那不是 他们的业务啦 所以说很简单啊 你去听的业务要说什么 台积怕台积的 你自己下自己啊 你像建檔 建檔 你要看 说到建檔我就有一点去 我今天早上建檔 本来我挂好好的4.38 43.8 真的 我本来挂好好的 结果我就去買一筆这个 在这 本来挂好好的 就再做一个 晚上才收拌45.9 真的啊 你看 你是我的会员 你有看到这筆嗎 挂43.8 加码建檔 收拌45.9 我如果没台没钱 我这又要用市价来买 这样 收拌在这 所以我说的就是 其实这个跟外资有什么关系 跟谷先生有什么关系 如果像谷先生讲的 如果他真的认为还有 还有将近一万七千多点 还有将近两 没有两千多点 还有两千多点的 2000多点有很多股票会涨好几倍 你看建檔 你说建檔 不要说建檔 你说今天 好了 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 像宜利店 宜利店我昨天讲的很多人都说 老师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对吧 我说这已经这样啊 所以 我说你以前来的 你会贪两百多了 你晚一点来的也95%了 所以你不要怎样 不要追了嘛 快一倍了啊 他这人就震荡啊 所以说你懂嘛 你懂阿德在讲什么嘛 因为你是我的会员你就懂了嘛 你如果对他有兴趣的 那等下一次 如果他拉的更低一点 那你打电话进来 我教你怎么做 这才实在啊 因为你今天如果有100万打一通电话 能赚到218万 如果打一通电话能赚95万 这才是真的 你不要再去想外资 外资有什么好想的 外资又不会跟你吃饭喝咖啡 很多分析师一天到晚就这么外资长 外资短的 投信长 投信短的 不然他们都跟他们交接的 对吧 所以还是阿德送给你的股票是不是最好 你有看到吗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跟着阿德做 就最好的 不然你要做什么 我请你 要做什么 你一天才不只想说 阿德老师啊 人家外资说什么 人家投信说什么 你听着说什么 那连线的说什么怎么好 我给你的比较有用啦 我昨天是不是给你这个 对吧 我是不是说大户连碰 有没有 噴啊 碰碰碰碰 有连碰嗎 碰碰碰碰碰 有没有 所以说 我常常说 其实我就是要拼第一 我也不怕别人来攻击阿德啦 你在网路上留言 我通通一句话而已啦 有种的话 不用躲在那个键盘后面 就直接啦 同业也一样 你拿机下来跟我比嘛 拿机下来跟我比嘛 阿德要跟你比的说 今天跌168点 大盘跌168点 上柜跌的很凶 跌了4点多 对吧 跌2 3% 我问你 我送你的高票 你拿到什么 阿德有签名 对嗎 掌停板 我不知道跟你说 你要看 来 要看清楚 吃啦 你以为说 阿德像其他老师 就说 掌停板就是我的 我就事先都已经跟你预告了 不是今天讲的 对不对 不是说掌上来才说阿德的 掌上来才说阿德的 没有 我就直接跟你讲了 你不相信吗 我直接放VCR给各位看 你看看 来来 你要看清楚 来来 对一下 你要看阿德的VCR之前 先对一下 因为阿德给你的 是要给你赚钱的 来你对看看 你看这几里 放大 就买这支 就买这支 对不对 大富联喷的标股 就买这支 三xx二 对不对 买这支 是不是 来 大富 funds 李霞 看到的会是阿德这檔股票吗 当然不是啊 要不要研究 他看到的跟阿德看到的不一样啊 真的啦只要大戶鎖住的一頂連噴 你來看時間 來 這是阿德簽的 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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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今天 債子 所以說你拿阿德的股票 自己不才有關係 你去聽多少跟你有關係 因為你有的台積電你也可以聽多少 對吧 很多分析師在分析台積電 你就去買台積電啊 對吧 你很多分析師在跟你講友達 你去買友達 所以你今天怕的鑰匙 你應該要是怕友達 怕台積電 怕台達電 你去怕這大隻的啊 跟阿德的股票有什麼關係 所以說這個才是我們在股票市場要做的事情 賺錢 我們就是要賺錢 你不要再去理這個 其實理他有什麼用 你說什麼 他才說不要說2萬啦 他說5萬好不好 5萬趕快跑 隨他講的啊 我也會說 如果2萬1也可以跑啊 如果看2萬2 2萬2趕快跑 如果長到2萬3 2萬3震盪一下就趕快跑 說那個就沒效 就要說你這支有的股票 可以賺錢啊 阿德是不是跟你說這個 電子電控電機 電子做一座那麼大座 那股票那1千幾點的時候 我們的電子股票每天也 這樣拖子一直攏 動作大盤起1萬點耶 對不對 做出來是不是做電控 電控得不錯 我先告訴各位 我給你的股票怎麼會差 你說像建檔 6118 今天只小跌一檔而已耶 對不對 你說自盡 自盡今天跌停牌 他他已經漲了一倍 你沒辦法讓他休息一下 對吧 像建順 我說你不用休吧 你就跟著阿德做 說阿德比較實在 我剛才說你對阿德比較安心對不對 阿德有沒有變來變去 沒有阿德做兩年 我的電動車從來沒有變過 我管理什麼航海王不航海王 那說航海王的時候 每一個會員都說 老師阿阿阿阿阿 沖來沖來沖一天沖到幾百萬 你如果沒帶我們沖 我不會沖 我不會沖 沒有我養 你如果叫我去喝酒 你如果叫我去衝浪我不會 可不可以 這個這次是實在啦 對不對 你說像今天資金 資金跌很慢 你有幸福的人電話卡進來 因為大家都說得很實在 不買就是不買 不買就是不買 這是我的訊息 我告訴大家不買 我們重壓的資金高興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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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有好嗎 很好的資金跌下來 不要賣 因為他起一杯 你要不要讓他震盪一下 如果起兩杯 你是不是要比較 如果要漲兩倍 他震盪下來 你是不是要賺一倍多 你第一波沒有跟上的話 你要利用這一次機會跟上 如果老師太高 我不敢買 我不敢買 這樣就好 所以我給你的鉤票 你要買嗎 這才是真的啊 不然你資金你來說 老師我資金我就買不買了 不然你可以再介紹一支 我就是要給你心得 好 如果我要給你心得 那我請問各位 你買不 買不 你如果買 我現在要給你 對不對 因為我給你的 就像說你就是一定要買他 我們就是要拚第一啦 平良心強 我們就是要拚第一啦 然後有很多人說阿德 你說太多了 沒關係 因為你看阿德的電視 你就是跟我就是台機人 你電話卡你也拿到阿德的壁噴 我就是跟你保證穿東西阿德的股票 我就是要叫你買 我們就是要拚第一 可以吧 如果不服氣的其他的 你說其他的 譬如左右鈴舍的沒關係 包括我們公司自己人都沒關係 你覺得阿德說的是假 沒關係你來挑戰 你拿你的技巧來跟阿德比 所以我要給你的 就是要你買他 一力店大賺的朋友也要買 你要相信嗎 大家講啦 價格位置阿德都選好了 如果買在發動點 什麼都很困難 你說像這個 連算了兩支你有賺到嗎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晚上 沒有啦 今天討論到168點 建遜店 有什麼人說兩支掌停辦 你等一下VCR看得清清楚楚 時間有必要你看到嗎 有嗎 我有簽名嗎 有嘛 同樣意思啦 我就跟你說 你如果要 買在發動點 記回來阿 因為現在你很怕對不對 我說不用怕 因為只有99.9%的人 是輸家嘛 那只有0.1%的人是贏家 所以現階段你要當贏家 電話你要撥通 他就是你的 比噴 這樣好不好 今天其實喔 機會很好的啦 大家都在恐慌啦 大家都在賣嘛 對吧 那你就趕快進來吧 阿德算的股票絕對讚的啦 從低檔發動 買在發動點的機會就是來 電話把它撥通 你資金大一點的限兩個 直接刷QR Call 對不對 你如果資金大一點的兩個就好 阿不然你像現在 你像現在 那麼多人 我也沒辦法來給你 是不是 買我就真的 高興就要給你嘛 阿你如果資金大一點 你就墊下去 卡進去 你說像賺人要賺兩部的 賺一部的 真的有賺錢的 來 這樣 一支你要拿 比噴 就是要你買它 好不好 打電話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等一下才進來 進廣告 好 赵英尔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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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雅太国际证券投顾 欢迎订阅 请搜索关键字 雅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雅太国际证券投顾 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雅太国际投顾 零二八五一二五八五八 我们 我们两家很辛苦 从八月开始小朋友上学 每个月只要三千五 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 就是省教育基金 对啊 小朋友买游戏机 什么游戏机 没有没有 吸尘器 吸尘器 零到六岁 国家一群雅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无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我们在股票市场打拼 不管你打拼十年二十年 甚至比阿德更久 我们总要面对一件事情 这股票 这里有教育 这里有关系 不要去听人说没关系 有的嘛 譬如说 譬如那天有个利器店 你看人家连线 有人来说 老师啊 利器店人家分析说 如果有的 先观望一下 没有的也在旁边看一下 不要帽子进去 我的意思 到底是要买的也要买的 你听不懂 所以有一点分析 你根本就对你没帮助啦 对你有帮助的是 你拿着一支股票 再发动电 你就打拼下去 这样就好了 股票就很简单 朝两千几支 就选一支 一支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就大家都进去 譬如一粒店那几十通口 大家哪天进去 现在八九十 清菜不清菜贏了 你管你今天有没有掌停板 没有掌停板 你如果贪两拨的 你贪八倍 赚九倍的 随便你卖嘛 赚九成的也随便你卖 对吧 你拉回来 拉回来 拉回来 通常如果你想说 感觉可以了 你这又进去了 不然你就靠电了 你卖了 你比如说资金 资金开始第一波而已 所以拉回来 你就不能卖了 等着要拉回来 拉回来 如果拉回来 我们一起讯号进来 我们再进去买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是 就是没有大家说 我强迫你买它 其实你也听得很清楚 像一粒店如果当初十块钱 你愿意相信二十块 你愿意相信四十块 愿意相信 现在随便卖都好啦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什么 一粒店大赚的朋友 也要买这一支 你说他的价格位置 他什么都拿去算好了 所以说 要一档人帮你的 才有用嘛 没有办法帮你的都没用 所以用价格你要买得起 对吧 位置你要很高兴 所以这种股票 比喷 来 你如果要电话拨通 他就是你的 都不用客气啦 真的跟阿德不用客气啦 对不对 你股票拿去 好不好 祝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见 请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